统一师队先发投手将陈燕本季第二场先发对付邦汉降投5.1G50分 记者侯永泉摄影分享 统一师队先发投手将陈燕开季连两场脚出好头做笔记帮助她心态更稳定 去年冬季联盟开始将陈燕听大饼林月平建议开始做自己的头球记录 赛前拿出来看一看让记忆更清晰 江承燕去年表现落差大 有过5G50分但也有1.3G93分 先发10场一胜难求吞下4败防御率6.11 本季前两场先发对上赋当打现都拿下胜头 总计11.1G仅11分 江承燕表示以前容易有负面想法 现在都是正面思考 江承燕从去年冬季联盟开始都维持稳定表现 她表示过去季后没特别加强 心里会有没准备好的感觉 但今年她从冬孟后维持训练 开季时心态更笃定 今天在2G遇到一出局 一二雷有人危机 江承燕连送2K化解 她表示以前蕾上有人的时候心态会比较闪 现在则是勇于对决 而江承燕在第6局一出局后被陈炳杰敲安 教练团顺势换投 江承燕表示至少投满6局是今后的目标 虽然连两战较出好投 不过师队赛前就已决定将江承燕下放二军调整 空出名额给师子迁 江承燕对此并不感到可惜 教练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 到二军可以调整一下空球